只想听音乐 樱花雪记忆纷飞 天河里的小片藏了一点 和你走过的小路 重游一遍沿途风景依旧明媚 三月天春风绵绵 外套里的围巾绕了两群 被你怀抱的暖和 重温一遍沿途风景依旧 明里沉斗是甜美 许可福股萨里的鸡羽一根 我比以前变得更勇敢 快乐时候找朋友分享 寂寞时候就陪狗狗玩 樱花雪记忆纷飞 铁树里的香片藏了一点 和你走过的小路 重游一遍沿途风景依旧明媚 三月天春风绵绵 外套里的围巾绕了两群 被你怀抱的暖和 重温一遍沿途风景依旧明媚 沉斗是甜美 许可福股萨里的鸡羽一根 我比以前变得更勇敢 快乐时候找朋友分享 寂寞时候就陪狗狗玩 许可福股萨里的鸡羽一根 我比以前变得更简单 幸福时候就把心填满 想你时候会把泪擦干 许可福股萨里的鸡羽一根 我比以前变得更勇敢 快乐时候找朋友分享 寂寞时候就陪狗狗玩 许可福股萨里的鸡羽一根 我比以前变得更简单 幸福时候就把心填满 想你时候会把泪擦干 是的 非常非常温暖的歌声 今天很开心在这个HitFan联播网呢 找到了这一位好久不见的好朋友 在2020年带来这份非常棒的礼物 我们要欢迎方季文 关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呀 小孩 小孩 怎么叫我关姐 但是感觉很开心 其实我昨天仔细想了一下 诶 我当了DJ这么久的时间 竟然 今天我们才相遇 对 我们是第一次 在录音室里面相见欢 哎呀 人生真的是 我都没想到诶 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来看我 对呀 对呀 所以这个2020年呢 等到了方季文也带来一份 非常好的礼物 而且不止一份 是一加一 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礼物好不好 其实我在四月多的时候 就发了一个EP 叫《祝福的时光》 那是我的制作人 董子木先生也是我经纪人 他帮我写的歌 可是他有很多的想法 就是希望说 我们接下来 方季文走过伤痛的时候 是给予大家祝福 那又遇到 刚好遇到那个疫情的这个阶段 大家心里非常的恐慌跟闷 对 那给大家一份安定的力量 所以就带来了这一首新的音乐单曲 是《祝福的时光》 刚才很多人说 哇 这个旋律听起来感觉是真的很温暖 在这种一个特别的时刻 是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安定的力量 对 所以呢 刚刚提到的是这个音乐上的礼物 还有一个是文字上的礼物 对 就昨天 昨天才刚刚发行的 那个 岁月酿的柠檬红茶 是一本书 对 是一本书 写自己的自传 但是我 我其实把一些伤痛的部分 轻轻带过 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当一天艺人 好像一辈子都在当艺人 然后她是没有时间为自己流眼泪的 她看到大家为她 都是在为别人奉献 是 那她就必须用微笑带给大家一种安定力量 对 所以呢 这本书大概是筹备了多长的时间 差不多快一年了 快一年 透过这个访谈的方式 是做一些文字上的整理 然后分成不同的章节 对 人生的前篇中篇到现在的阶段 对 所以呢 有这个 音乐是方济为的新单曲 是祝福的时光 4月15号 已经正式上线 对 书本方面是这一本 岁月酿的柠檬红茶 嗯 在昨天正式的与我们见面 欢迎大家可以收藏 嗯 所以我刚刚就觉得很妙欸 你的书名是叫 岁月酿的柠檬红茶 因为以我个人齁 是 我是比较认识岁月酿的酒啦 嗯 因为我喜欢的是这种有点 有点喝酒 有点度数的 微醺 有点度数的饮料 啊你怎么会选柠檬红茶 其实我喜欢喝柠檬红茶 是因为喜欢酸酸的感觉 那酸酸的感觉 其实长期肌肉紧张的人 他吃一点微酸是放松 哦 所以也是有这个 对 身体健康上的依据 对 降压 所以难怪 早上 像老外就很喜欢喝茶 对 肯定都是有效果的 对 因为你知道 水多喝 茶多喝利尿嘛 对 那你有悲伤的事情 你喝了茶之后 你利尿好了之后 你发现 好像没有这么严重了 所以一直说 就是流掉了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曾经陪伴过几个 中年的大叔 因为他家里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事业的问题 那也都是在当志工嘛 那我就说 你到我家来 我们来喝茶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说 他就巴巴巴巴巴巴 一直讲讲 讲到最后用笑的走回家 所以他真的是 整个心里面的负能量 就是被掏空了 对对对 他就觉得已经宣泄出来了 他有一个很好的 对 满满的正能量 可以再继续他的人生 对 所以离魔红茶 原来有这样的效果 对啊对啊 所以我刚刚只想到说 可能是岁月那样的柠檬红茶 是因为人生嘛 当然是 有苦有乐 酸甜苦辣 各种滋味 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对 所以很感谢方济伟 愿意把你这个人生体验 跟大家做分享 其实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仔细想说 我觉得我最近好像还是 跟一些这种厉害的前辈 算是蛮有缘分的耶 是 像去年开始 周华健发了专辑 然后后来是 光良也发了专辑 是 最近DL罗石峰 发了五三集 还有苏慧伦 是 然后2020年 我还收集到了方济为 哈哈哈哈 我人生 我觉得我2020年很圆满耶 都都开始突然间飘出来了 对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一些所谓的 厉害的前辈们 除了这个大家 做人都很成功 我觉得 这种做人的那种 处事的道理 跟你们学习真的可以得到很多 年轻人要多学这点 谢谢 然后还有就是你们的保养啦 哦保养吗 我觉得虽然你已经被问到烂掉了 对 其实我不喜欢医美 对 因为我觉得 我想要自然老去 嗯 那有纹路它其实代表就是你的成长 对 对 但是 内在的那个修养 嗯 我们的纹路会好看一点 哦 智慧的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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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像乔士克隆尼 我觉得哦 他很帅耶 嗯 就是老帅老帅这样子 但是还是要问一下 你说油 油内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想法吗 是 一些心境的改变嘛 对对 那外在呢 比如说食物方面 饮食方面 食物方面哦 如果开始跑宣传 当然就没办法 就是现场有便当就可以了 然后 但是我都尽量吃青菜跟饭 那其他就不吃了 哦 就蛋白质跟这个纤维质 对对对 但是如果在家的话 我早上会泡那个乳清蛋白 嗯 因为你知道年纪见大的时候 女性是需要蛋白质的 对对对 而且是优质蛋白 你会发现今天的耗笋 然后喝了一杯 它就恢复了 哦 所以建议就是 我有看说你说 你都喝常温水 对对 然后有时候会喝普洱茶吗 普洱茶常喝 哦 常喝哦 我觉得普洱茶 是不是没有什么保存效期啊 呃 它就是一种发酵茶嘛 慢慢放慢慢放 它就会转味 哦 其实它的老茶就像药一样 哎呦 对 难怪我家里面一块茶瓶 放了十年 感觉好像还是可以掰来喝 你掰来喝之后 你发现 哎 气就很饱满 像练气功的老师 都很喜欢喝普洱茶 哦 所以难怪我 就有去外面看那种茶砖 茶瓶 对 一块卖的很贵耶 对对对 我在想说普洱茶看起来就是一个 好像很很很亲切的价格 很平价的茶种 就一问他说一块上万块我整个倒毯 立刻逃走 对 因为像很多的白茶黑茶啦 各种茶都有它的好处 那白茶呢就是三年饱七年要 哦 对 很难得有一片这样 是耶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 女孩们男孩们都可以啦 都可以 喝水保健 喝茶保健 对 然后呢吃优质蛋白 对对对 所以是来自于这个运动员的 哈哈哈 运动员的这个很好的建议啦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感觉跟这个方继维在聊天 我会觉得你是一个 心情很愉快 嗯 然后整个能量很稳定 嗯 然后给大家一些很很舒服的感受 嗯 谢谢谢谢 我看到你也好开心哦 为何为何你说说 就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女生 哈哈哈 我怎么好意思把小这个字收下来 我大龄女子了啦 哈哈哈 可是就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这一次呢回到了这个 2020年方继维给我们的礼物 四月份有音乐 嗯 五月份有书 是 那这个音乐的部分呢 呃 为什么只有一首啊 因为赶着要发EP嘛 希望说有祝福好的音乐 赶快推出来 嗯 对 所以这个就是呃 原本是就有计划说是要跟书差不多 时间 差不多时间 同时差不多发行 对对 哦 本来还有签书会啊 还有那个书展 因为疫情的关系都都停止了 对对对 就很可惜 嗯 但我觉得现在是感觉这个 我们的抗疫之落 全台湾人民非常的有心 是 医护人民也很赞 所以呢感觉慢慢有看到一些曙光 对对对 他们太伟大了 对啊 所以希望这个下半年也许有机会可以在这个签书的场合上跟你碰到面 嗯 对对 哦所以呢提到过这个新歌 祝福的时光有一个很温暖的MV 对 里面看到了很多你的照片 对 呃 因为我到那个晴天刚去 嗯 那因为我爸爸妈妈是从四十岁开始 两个骑着机车 然后到最后我 我有钱了买车给他们 嗯 他们天天到阳明山去 嗯 然后他们会带着茶去奉茶 嗯 所以这是我的记忆里面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也曾经在那个晴天刚一起拍照 嗯 我说妈这里空气真好 啊 可是当那个要去拍封面照的时候 就杂志封面照的时候 又到原来的地方 哇我大起鸡皮疙瘩 真的耶 我说又回到一个我思念的地方 嗯 而且是跟父母一起 那去那边拍照的时候 我就闭着眼睛 跟他们默默的讲话 我说哇妈妈 我们用到这个地方了 你们好不好 那你看这个空气这么好 嗯 嗯 结果呢 呃经纪人刚好在旁边 对 也拍了一些生活照 嗯 他抓到了我在跟妈妈对话的一些照片 就放上去 就在MV里面剪 对 哇 虽然这个算是就地重游 你现在已经可以用一个比较淡定的心情 嗯 来面对 是 所以呢这个人生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那还有很多来自于方继伟的祝福 我们呢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可以继续跟你聊天 好 下年时候会把泪擦干 下年时候会把泪擦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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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欢迎回到HITZFAN联播网 现在录音室当中呢是这一位希客 我跟他人生竟然是第一次见面 哦我的好姐妹方继伟 可是我常常看到你上电视 没有啦 现在那个疫情影响的关系 都没有组织的啦 哈哈哈 没关系没关系 休息一下 对 休息一下 所以呢 你现在这个听到背景这首歌 对 你会挤鸡皮疙瘩吗 想你想到梦里头 对对 你会挤鸡皮疙瘩吗 呃 会 这是当年经典的君中情人 嗯 第一代君君中情人方继伟的歌曲 想你想到梦里头 梦里头 所以今天 感觉你真的是保持的非常非常的好耶 谢谢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方继伟现在这个人生 一天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如果一天 嗯 用一天来过你的生活 其实我早上起来呢 嗯 就会稍微静坐一下 哦 因为当你末梢还没有循环很好的时候 不要马上起床 哦 你就坐起来 或是稍微躺下呼吸 嗯 然后慢慢的脚敲一敲 让它循环到末梢 之后就站起来 嗯 然后呼吸嘛 然后再去喝蛋白奶 哦 然后喝了之后呢 嗯 如果我读经一下 我就会做功课 像我是佛教徒 就会做功课 对 做功课其实是让你专注 因为人的念头太多嘛 嗯 都当想西想 东传西想 那你边拿念珠边念 然后呢 脑筋边想事情 就会完全四散了 哈哈哈 哎我觉得这个我很需要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念头太多 对 是一分钟手上还在做这个 这一件事情 但我脑子已经在想说 那我等一下要干嘛 对 然后我很容易半途而废 对 就是我现在打电脑 可是等打一打 我可能跑去打电动 是 电动打一打我又跑去那边 东摸西摸 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 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对 那可以练毛笔啊 或画画 我当时蛮想念手写字 对 因为现在人真的是不太会手写了 对 因为毛笔写字 其实慢慢他就会专注 其实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很好玩 就一个阿兵哥 他呢在战哨的时候都会看到 看不到的东西 他会怕 就在墙壁 就后来有一个专门教毛笔字的老师说 哪有这种事 他就在旁边写一个老夫子到此一游 哎呦 之后呢他们就没有看到了 就镇住了啊 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他在一个人入境入定的时候 那个能量很强 就专注的时候 所以是心 欢乐到极致也是一种入境 愤怒到极致也是一种 然后悲伤到极致也是一种 大喜大悲 也是非常的冷静 那时候做任何事情 他都会很专注 是耶 所以老夫子到此一游 以后我如果觉得 看到什么怪怪的东西 就是在心中默念 老夫子到此一游 也许就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但是你要平时要练习 比如说写字啊 写到入境 或画画画到入境 日起就要有功啦 对 所以早上起来 先稍微的床上做一做 对我觉得以前就是说 年轻人会 啊一个翻身 对 对 就下床 对 对 所以要稍微 床上舒缓一下 再下床 然后呢就是做一些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是 喝喝 养生 养生茶啦或什么的 或者是 柠檬 柠檬加那个开水 400cc 喝下去也会让身体减性 对 不要加糖 对对对 把这个身体的那个体质 稍微的调一下 对对对 然后你接下来会 你会 你听说你现在是瑜伽大师吗 也没有啊 就是练了十几年而已 哦 所以各种什么 什么一些很很厉害的招式 都难不倒你 其实因为 也不是 什么拜日啊 拜日算简单啦 所以我倒立更快 是因为我的肌肉群发达 嗯嗯嗯 肌肉群发达的人 他柔软就少 对 那所以我练到Ashtanga的时候 他就是肌肉跟柔软要做到 嗯 对对对 他开始练的时候 只是因为以前打球 对对对对 看关键有受伤嘛 嗯 那我在前弯的时候摸不到地 哦 那大家以为 以为我很厉害 我就退退退退到最后一个 哈哈 了解 所以是慢慢用这个瑜伽的方式 慢慢练 也是跟自己的身体对话 对 就像你刚刚提到过一样 跟这个自己的心情对话 对 哦 所以我又很好奇 这一次这个是祝福的时光 是 可是你两年前发的EP是 时光的祝福 对 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一些巧妙 或是一种互相呼应吗 对 应该是互相呼应的 嗯 因为前面是因为 他会去缅怀妈妈 从南部上来 他坐着列车 看着外面的阳光 青色的脸 对 那遇到这么多的事情 不是他所想象的 嗯 因为南部的人总觉得 妈妈叫到台北 应该就是快乐的日子 嗯 没想到就是他的 障碍开始 对对对对 人生遇到了很可怕的事情开始 平静平静 对对对 那总是要从当媳妇开始学嘛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是有很多不同的课题 我觉得现在这个在方济为身上就是看到说 怎么样可以这个调整自己的一些想法 是 然后转而跟自己对话 对 把一些不平跟怨恨都可以试着放下 对对必须放下 嗯 但是你要当试着 在悲伤的时候要他放下 嗯 是一个不 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反而是安静陪伴是最好的 真的 所以这一次这个 呃 书的出版是出版社先来跟你做接触 对 然后你刚刚有跟我说原本方向不是这个方向 对我自己本身想出的是 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如何养生 早上起来应该做些什么 嗯 结果他说他希望说是我发生的事情 我的故事 来提醒大家怎么去面对 嗯 所以这个回到了方济为 你当时是这个运动员出生 然后原本也没有想说要进入这个圈子 对 一开始你好像只是在上边公司 对 上班 对 然后后来就是被挑中说那不然来试个音 对 哈哈哈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人生有时候也是 也是蛮一些误打误撞的缘分 对啊我试音他们都快晕倒 他说没有那个红歌星个子高的 哈哈哈 就是个子这么高的露开 对对对 那时候都是比较娇小拍的 对对对 哦 所以你这个从这个所谓的君中情人 挡泥板女神 然后到这一些这个非常非常顺利的演艺生涯 到后面可能突然是一场疾病 是 那你人生好像就突然转弯了 对对 然后到现在你自己觉得说那个时候 呃人生这样再回看 嗯 觉得那些转折是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启示吗 其实是让我开始去了解人性 嗯 因为我们只知道工作 嗯 公司把你保护好好的 那你不懂得去跟人之间的交往 嗯 那如何去对待 嗯 然后只是看到事情 吓到就躲起来了 嗯嗯嗯嗯嗯 那它不是好事 嗯 就像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去银行 汇款 领钱 所以是这种真的是所谓那时候是生活白痴 嗯 公司完全帮你弄好 嗯 所以后来就是开始自己去 学习 转念 对 学习 包括拍戏我就会去找 嗯嗯 我就不找那个助理 嗯 我就自己亲自去面对大家 自己去跟就对 就不要有人在旁边照顾你 对 哦 所以其实人生真的是一个就是这样 我刚刚也在跟方敬伟聊说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停在走的大时钟哦 对 对 那我们慢慢的长大 嗯 就是要面对说家人 身边的好友 可能他们就是会慢慢有一些 生病啊 离世啊 这些人生课题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对 你自己当初是怎么样调试说 可能家人也是要去接受他们离开的这个事情 心情当时一开始一定很难受嘛 嗯 其实是从我生病开始我进了医院之后 我就很担心说万一我走了父母怎么办 嗯 然后就开始思考人是无常会发生的 嗯 不是不是说老了才会发生 对对对 随时新闻都看到这些之后我就开始思考 人是面向死而生 嗯 哦 因为本来一出生就开始慢慢死去细胞也在死去 对慢慢就在老晃 对一在转换转换 对那我们如何活得很有尊严 嗯 活得如何去帮老人家不懂的人慢慢去看着他 所以我才会想说哎 那我是不是活着就要准备往后我走的时候要准备什么 家人需要怎么样 那如何带领他们在面对往生的时候不恐惧 嗯 对他只是一个过程 对 可能就是像我们登台坟墨登场下台就是卸妆 下台华丽转身就是 对 华丽转身跟大家说再见 对下次再换一个身份来 对对对也许就是下次我们又是对不一样的感受 对 哦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对话 我想说刚刚这个方继伟也提到 这个2020年我们这感觉 上半年是全世界大家都很辛苦 是 然后心情上面都有一些满满的负能量 对对 很多人可能现在还在为生活挣扎 要不要给他们一些鼓励啊 对不要怀疑空气 空气还是新鲜的 只是我们配合政府来做防疫 那看看世界的要有世界观 看看世界新闻 嗯 其实台湾真的是个福地 好棒哦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跟方继伟聊天哦 看看你的书 嗯 可以呢跟着你一起成长 嗯 听听你的音乐 嗯 从里面呢感受一些幸福的正能量 对 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继续要放眼未来 对 相信所有的一些黑夜都会过去 对 加油 对 日出终究会到来 对 我们就是跟着方继伟进入这个最美好的什么 祝福的时光 祝福的时光 就谢谢方继伟 谢谢 很快下次见咯 嗯嗯 我们跟大叔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